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0萬問題來了 究竟大家打火鍋的時候 蟹柳那層膠 撕還是不撕呢 我就不撕的 不過呢 我就一定撕的 這個包裝袋 你覺得 加熱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散 所以你就放在一起 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這個包裝是方便我們在加工過程 將這些魚肉纖維 壓成一個像蟹柳 然後我們方便我們的塗飾包裝之後 就用來做一個運輸 這個包裝袋裡面我們吃不吃得呢 其實是不吃得的 亦都不適宜 放在我們高溫的熱水裡面 來一起加熱 因為有理由相信這些膠的物料 越高溫 其實都會有一些 塑膠的物料的流出物 這個也是我們不想的 雖然是微量 但是我們其實也不想的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小小的方法 其實是把這個急凍的蟹柳 放在我們的室溫裡面 首先令它解凍 解凍的時候去到我們普通的常溫環面 但是輕輕地放在我們的粉水 放進去 然後很快脆 立刻拿上來吃 麵狀也可以完整 之餘亦都不會散 亦都很安全的食用 所以放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約會 我們還是得担開 延長的房子 有沒有 我們下一個 就會看到開玩笑的 我們就Because 我們還是要的 最後我們還是